請教一小就說 他們兩個人在社群上 已經有一些蛛絲馬跡嗎 對 因為其實鄉民就會先去 開始就是開始去肉手 我想先跟大家來一個圖片支援 就是大家內心中覺得 當時的小三有可能就會是 這一位女生 確實就是他嗎 我們不要說講詞是確實 可是很多鄉民就覺得 應該是啦 我來拿 因為會反光 好 應該是 那應該是是為什麼呢 我們要把它講到前面 他跟大叔之間的互動 那互動的話呢 首先第一章是這一個 對不起 好 來 這個是大叔呢 他說喔 送你一支口紅 然後每天還我一點 不知道在跟誰講耶 這個時候下面老婆 老婆當初那個老婆 他還有回留言說 他跟大叔說 我沒有收到過耶 請問你把這個口紅送給誰 對啊 這個真的是公開的告白 對啊 還沒離婚 那老婆會覺得說 奇怪了 你這個口紅 什麼叫做 每天還我一點 我就在想說 就抱歉 抱歉 抱歉 才會還給他 不是嗎 好 來 然後接下來第二則留言 第二則留言也是更 更過分 這個呢 大叔說 我最討厭蚊子吸我了 但你不一樣 這個時候 這個女生呢 就開始 你看大叔去 Tag那個女生 她的帳號說 你就是蚊子本人 就是吸我的就是你 他還沒離婚耶 那這個時候 大家就會去對照 就覺得 那就應該是這個帳號 變就是有可能 就是那個女生 這個男的 大叔暈船了 才會這樣做 對 不然這個公開的帳號 不怕被老婆看到 都有證據了 他們覺得 這就是一個 一般同袍的情誼 可以這樣子吧 剛進新手村 對啊 他還不懂 小白啦 我意思說 如果你是他太太 你看到老公 這樣子講說 口紅 我送你一支口紅 你每天還我一點 那你是到 你會怎麼樣 我送你三柱箱 對 等他燒完完 我真的還沒有 潛意這麼狠 那我就是開始 要慢慢轉移財產了 不是嗎 就這裡有注射馬跡了 我覺得這個是很明顯的 那女生不要騙自己 那因為 如果我是老婆 我大概不會再去回說 我沒收到你是送給誰 因為我覺得這樣會 提醒對方 打草精神 對 因為我覺得女生 因為年輕女生都比較單純 就是看到什麼 就一定要發作什麼 人是不是到那個 感情世界的時候 他自己會 不由自主地 散發一些什麼 那個叫什麼 廢洛蒙嗎 就是廢洛蒙 多巴胺 多巴胺 因為說也是 廢洛蒙只會長痘痘 人生高光的時刻 是很希望讓別人看到 然後給予掌聲的 即便這種關係 不是大家所認定的 因為男生對於這種東西 會有榮譽感 像他如果大叔做了這個事情 他一定要跟他兄弟朋友分享 如果沒有分享 他幹了這個事情會很難過 這不是兄弟而已啊 對 但是他想要讓其他人知道 但一方面他一半已經暈船了 他已經走進那個愛情的世界裡面了 對 他還沒有 多巴胺還在分泌 我認識的朋友有七仙女 一個禮拜七個 女生 像這種的 這不是周修妖二日 但是他不會跟我們說 他就是屬於最神秘的 就是最高階的 老玩家 對 就是老玩家 所以他即便是自己的兄弟 他也不會跟你講說我跟誰 你只知道說他可能有很多妹 但是誰跟誰 他也不會讓你知道 你也見不到 這屬於第一集的 那第二集的就是說 他比方說就像 不是 七個人你怎麼稱呼啊 都忘記了 都叫一樣的 都叫一樣的 都叫寶寶還是寶貝這樣 保護啊 保障啊之類的 我跟他講這屬於第一集的 那第二集的就是說 像大叔這一種 就是說他 陶牆一個人就很容易 然後他會跟他的朋友分享 對 他會很難過 會跟他的兄弟分享 就是說 就是說我追溫一下 這是屬於第二集的 那第三集的就是大叔 就是說他不但跟他的兄弟分享 他還想要跟 就他的粉專 想要跟大家說 我現在很聰明 我現在很多妹 所以那是屬於第三集的 所以人家才會去查他那個 所以他經過這一次之後 才會慢慢再往上升 對 他現在進不到第二集 然後等到有一天 他再成長的時候 他就會進入七仙女的第一集 那一種你說 有些女孩就是喜歡當小三 對 為什麼 我覺得這有一種情況 是因為你知道 男生追女生 我們都有追過女生 我們現在都有老婆 我們憑心之吻 不行 我不能講 憑心之吻 我在跟我女朋友 就是我老婆交往的時候 前半年我大概對他 就是每一次出去約會的時候 我都會去想 設計 就是說要怎麼樣 讓這一次的約會 很完美 很浪漫 我都會想 說老婆娘 超過半年我怎麼可能 叫我女朋友 就去心菜吃東西就好 等我變模擬了 去家裡吃東西就好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邏輯 那變成是 反而是女朋友或老婆 反而要提醒我說 我們交往一年了 那一週年是不是 要去吃好一點的 對 我就好 那我們就 還是會去吃啦 可是以前是每一餐 每一次約會的時候 都去吃最好 最特別 現在隆喜編隊是 老婆女朋友跟你講說 那我們今天在一起 兩年來要不要再吃好一點 就你會這樣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很正常 所以通常保險期 就是那三到六個月 男生在追女生的 剛開始那時候是最殷勤的 當小三的好處就是 你永遠都享受那個保險期 所以男生要追你嘛 我當然是一定是用 我那些最多的花招 各種方式 但是一旦如果真的追到手 我告訴你 會想像久了也會膩吧 身體也會膩吧 身體也會就是邊際效益遞減 所以我就不太會對他 有那麼強大的那種信心 對 這時候 你如果是當原配或是正公 你就會失去那個 過去的那個戀愛的職位 可是當小三最大的好處就是 每個男生都對我超級好 因為他沒吃到你嘛 廢話 吃到就會開始邊際效益遞減 可是小三不怎麼覺得 他覺得就是我的魅力很強 甚至我比那個原配 其實很多男生的原配都不錯 條件都很好 他覺得說你看 即便你老婆是什麼 很多什麼空姐主播 他愛的還不是我 其實他愛的不是你 他愛的只是你的身體 而且只能短暫的那六個月 可是很多小三不清楚這件事情 因為他不斷的去 去取 我聽過小三跟我講什麼 我聽到很多人說 他說他好忙 我說幹嘛很忙 他每天都很多男生約他吃飯 而且都是那種很貴的餐點 他覺得好煩喔 他不想去吃 你咱們不是來吃過 怎麼又來 他不吃過 男生不一樣 對 男生不一樣 他覺得很煩 那種餐廳都是我們平常吃不起的 那種很貴的 可是他跟我講說他吃到好膩喔 反而跟你這樣聊天 我們覺得很愉快 真的要擺 對 就是這樣 可是你看他 可是因為他不了解 所以最後講一句話 做小三不比較擺 因為你嫁不出錢 因為久了以後他年紀大了 因為這些男人都知道 你就是這種嫁有性的而已 你的寒暫只有在這裡 你只能用身體給我 對 就你的心我是看不起 所以很多小三 你不要以為說小三當得很 好像很了不起 你久了以後 其實你會發現 為什麼你都嫁不出去 對 那接下來你說 小三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說如果要約炮 要選擇認識的人比較好 對 因為他是有講到說 他覺得這樣子的話 好像比較刺激 其實大叔他在接受訪問說 辦公室戀情的時候 他最後結論說 他覺得在辦公室這個地方 跟認識的同時也是刺激 所以我就覺得什麼鍋配什麼蓋 他們兩個會在一起 就是因為要尋求刺激 對 我覺得很有可能 OK 好 謝謝 謝謝 完美的結束 對 謝謝 好